大家好,我是多多 多宝宝这会儿感觉可无聊了 小宝贝又睡觉着了 也不起来跟多宝宝一起玩 上午多宝宝睡觉的时候 他满地跑满地跑的 这会儿多宝宝没有意思 想找他玩,他又去睡觉着 妈妈还说让多宝宝在沙发上自己睡 一会儿小宝贝就起来了呢 反正小宝贝起来了 我来找他,他也不起来玩 多宝宝生气了 多宝宝不开心 他还想拍姐姐睡觉 那姐姐就在他的地方 把她的床都占了 看他没有地方怎么办 但红姐姐还挺开心的呢 妈妈说小宝贝最近就可贴闲的呢 可是刚才他睡觉的时候 我都没有来 多宝贝就没有打扰他 这会儿他就想红姐姐 然后就喊喊的,姐姐才不理他呢 你想一个办法 要是给我好吃的或者咱们一起去玩 我就理你,要不然 姐姐就在这家专门睡觉 妈妈还来偷偷的看 多宝贝根本就没闭上眼睛 多宝贝就是故意不理他 现在什么时候想到办法红姐姐了 多宝贝才理他呢 妈妈还说多宝贝的小心眼还挺多 自己藏在这儿 小宝贝都找不着他了呢 然后小宝贝就开始找妈妈 一定叫唤了 叫唤一会儿天黑了 爸爸就下班了 爸爸一回来多宝贝就高兴了 爸爸还可以给多宝贝拿好吃的 爸爸说 买了一柜子的零食 咋不给多宝吃呢 是不是啊 多宝贝喜欢吃的 就赶紧给他呢 自一心买了奶酪吧 多宝贝以前都没吃过 爸爸这么给多宝贝拿 赶紧砸开 多宝贝尝一尝 可真香 蓝乎乎的味道 爸爸说吃奶酪可以不干 那就不能多吃点吗 多宝贝得跟着爸爸 去找爸爸再要点才行 小宝贝这回在地上来回跑 感情都没有给姐姐拿好吃的 姐姐在这来回看 到处都是她的玩具 她一在家 家里就特别乱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上学